小女花不器是根据庄庄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武侠剧,由林依晨、张彬彬领鞋主演。 该剧主要围绕着花不器的一生展开,表面上看着花不器是乞丐,可她有着别人羡慕的高贵身份。 剧情一开始就交代了花不器是圣女,正是圣女这个身份让她成为众人追杀的目标,可花不器躲过了追杀她的人,却死在了莫不仁的手里, 好在一切都在祝福的掌控中,这才让花不器死而复生。复活后的花不器见到陈玉瞬间痛哭,两人相拥而弃。 陈玉表示自己早就知道花不器没死,还有花不器也不是亲妹妹的身份。 花不器忍不住则怪陈玉为何不来寻找自己,但陈玉也是没办法的,因为亲王爷的病情让陈玉无法走开。 陈玉看着伤心的花不器,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让她亲了花不器,原本以为两人的幸福生活已经开始了, 这不想还有个东方石,东方石也是个难缠的人,她就是喜欢花不器这样性格的姑娘,但花不器却是十分的讨厌她。 特别是东方石抢取花不器,这让她恨透了她。陈玉也是因为东方石坠崖的,好在最后陈玉安全回来。 东方石一直都想打败林依克,但她并不知道陈玉就是林依克,所以错过了很多机会。 后来花不器和陈玉坠崖时,东方石这才知道林依克就是陈玉。 花不器和陈玉才是真心相爱的人,他们为了对方可以放弃荣华富贵。 好了,今天就说这么多吧,喜欢追剧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、评价、转发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urated成为期 PAOiKb Scorpée